吃夜宵 本来我想开开心心的给大家分享一点腊肉的 今天 可是没想到 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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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啊 我做两分钟 做一下 刚才吃了 你还别说我还有点饿了 饿了 金子给小傅切排骨吃 他没有了 你还要吃吗 刚吃完了 然后泡着水 没有 三野春风吗 三野春风 那天怎么突然结束了 手机出问题了 不够的手机 手机出问题了 手机过热 就是手机太热了 没事了 没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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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傅姐们 金子感觉你贴钱太多 农村里还挣钱不容易 你出手大方 小傅你还是有的不舍 上次买了腊肠 小孩喜欢吃 再买点腊肉看看 我小孩特别挑食 你刚刚没有抢到贝母 是不是 哈哈哈 他说刚刚没有抢到贝母 娶个遗族习物那么难吗 主要是家族不一样 每个家族都不一样 知道吗 这个二百六 二百六 二百六 对 要等他那什么了才能 那个 小傅这样又难又累 心痛呀 叔叔阿姨们 你们心痛小傅吧 心痛小傅一分钟好不好 这么晚了小傅留下来过夜吧 我们是 我在陪金子待会儿 我陪金子待会儿 我就 有很多吃的饭 对 你还别说看着这个我就有点饿了 你还不吃 嗯 这个香肠可不可以拿来烤来吃呀 可以呀 我要不烤一个可以吃 好呀 但是没有那个铁 要不就放在那上面烤 要不烤个香肠给我吃呗 烤这里面的 心痛呀 没关系的 小傅 烤个香肠 我吃广味的 好 吃广味的 吃白骨炖时间才更好吃 对的 吃白骨炖时间才更好吃 对的 叔叔阿姨们 那个你们现在有 还没有 有没有休息 现在是躺在床上吗 还是在看电视 班都几点休息的 几点呀 嗯 你的那个 这样子 我跟你说叔叔阿姨们 今天我钻 我啥都不知道 我感觉我钻 我没来过金子家 呀 是不是在外边啊 不知道 我去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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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没有呀 有点下毛毛雨了 没有吗 没有呀 放哪儿去了呢 你就削个竹子吧 竹签就可以烤吧 我竹签怎么烤 奇怪 哪都哪里去了 不知道你的 看电视呀 金子 等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 叔叔阿姨们 哎呦 那怎么怎么弄呢 就是这样吗 拿两个凳子嘛 这样不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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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行 我被凳子放在旁边 还是付个聪明 叔阿姨们 咱们慢慢点点赞呗 如果你们不休息的话 咱们一起慢慢点点赞 好不好 会不会烤坏这个凳子 你得拿个什么东西来夹吧 看电视 一直在点赞 辛苦叔叔阿姨们了 哎呀 你看叔叔阿姨们能帮咱点赞 好开心呀 你们一般晚上几点钟睡觉呀 叔叔阿姨们 好好的三点 以后再和金子说明白 三点好了 怎么跟金子帮忙睡了 拜拜 好的您少钱 叔叔 好的 那个 哦对了 叔叔阿姨们没有关注的 一定要点个关注 金子的腊肉腊肠卖不卖的呀 要卖的 你想要吗 嘿嘿 没有他们问腊肉卖不卖的 腊肉要卖要卖要卖 叔叔阿姨们 有没有要买腊肉的 要买腊肉的你们要说啊 烤点根香肠给四哥吃 对 金子再给我烤香肠 你们有吃过这样烤香肠的吗 叔叔阿姨们有没有吃过这样烤香肠的吗 12点睡觉呀 12点睡觉 那我们今天就12点下播 叔叔阿姨们说12点睡觉 12点下播呀 太晚了点吧 今天要不我就不回去了吧 啊 要不我就不回了呗 可以我们要不 要不就陪我一起熏肉做着天亮吧 一起聊天聊到天亮吧 对不对叔叔阿姨可不可以 我们一起聊天聊到天亮吧 聊天聊的 虾肉很好吃谢谢啊 金子你不拿来洗一下就烤了吗 他们说 不用洗烤的不用洗 烤的不用洗 反正都是烟熏的 都烟熏的 没关系的这个 金子说能吃我就能吃 好不好 行不行买吗 往上开车不安 腊肉等一下好不好 腊肉什么时候上车 直播到天亮 哈哈哈 我不知道小富能不能扛得住啊 直播到天亮 富哥有熬过夜吗 你要不洗一下嘛 叔叔阿姨们说洗一下也可以 其实 行不行金子 洗一下嘛 我觉得 没事你马上洗一下 现在他没烤起烤起来的 洗一下嘛 不用洗啊 这明明就是本来就是烟熏的 烟熏的再烤来整个 没事没事 开心每一天没事 没事 不用洗啊 不用洗啊 真的不用洗啊 没事那没关系 不用洗的 烤的反正都是烤的 对不对 反正都是烤的 反正都要烟 都要熏一下的 对不对 我还没吃过这种这样烤的 因为它是拿来烤 不是拿来蒸 拿来煮 火烤是 火烤还好一点啊 烤五花肉也好吃 没有 没有抽那么多 他们说我抽了可能有十根的 一定要在一起好好的 我们会努力 会努力在一起 嗯 会努力 现在目前的 目前的事情就是要 明天我先确定一下 我那个爸爸要让父哥去认干爹的 那个人姓什么 然后父哥再跟叔叔那边再 通一口气 说一下 不是要通一口气 这是要好好和他三两 好他们叫我 叔叔阿姨们我是实话实说 还是说 那个咱们就有所隐瞒 但是实话实说还是有所隐瞒 我不想你骗自己的父母 好的那个开心每一天阿姨知道了 好的没关系的啊 你要放边上一点吗 对 实话实说的咱们扣个一好吧 就是有所隐瞒咱们扣个二 学一语可以但是不能随便认干爹 你怎么没有预约直播 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开播 嗯 实话实说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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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那么复杂 不行 你 等儿子放学 现在十点钟等什么儿子放学 小孩子还没 差不多 差不多吧 应该放完学回家也差不多吧 我们这边都是三点半就放学了呀 你说的是小学 啊 封儿阿姨说的是大学 大学不是更轻松吗 他们说大学都不用去上学的呀 实话实说就行哈 可以 关键小父的父母能不能接受 我想问一下父哥 嗯 如果叔叔不同意怎么办 不同意啊 就像以前叔叔和阿姨不同意 你跟我 我 跟我在一起 一样 他会不会说 哎呀算了算了 你不也不咬那个媳妇 算了 他这样说怎么办 哎呀 所以说 很难呀 我觉得在想 嗯 怎么还算了 试试阿姨 因为 只有一个洗碗 就是 不一定 我觉得不是不是 我觉得不是说 就只有这一个洗碗 知道吧 我是一族 我们家族 那我就 我就那什么了 我就 我就不回家了吧 我就以后我就离家出手 嗯 那怎么行 对呀 你都知道不行 那怎么办 那好事多磨慢慢来呗 走一步看一步呗 能不能这样呀 如果 王春华阿姨说 小父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 不能随便让干地 好的 好的阿姨 就是我 我说了 我当时他爸爸说这个 我就说 嗯 那个咱们 我是叔叔啊 那个 这个我暂时不能回答您 我说咱们能不能从长记忆 然后他爸爸可能误解了 就是说 嗯 要 我就不答应了吧 那就笑死我了 好好好 金帝阿姨说 小父 小父如果说离家出走了 他就笑死了 为什么要笑死 怎么会呢不会的 别相信 就任金帝爸做干地 任金帝爸做干地 那就更不可能的呀 更不可能的 那就是跟我是兄妹的呀 叔叔阿姨妈 那个 叔叔阿姨妈 如果说那什么 然后我爸不同意 他爸也不同意 我就带金帝环游世界 行不行 行的咱们打个行 然后去每个城市给大家直播 好不好 到时候 叔叔阿姨妈 你们如果不神不响的 看到我们在这个城市直播 在那个城市直播那一天 就是我们 完全不顾及自己的父母了 那是不笑 知道吗 叔阿姨妈 那个是不行的 因为你们都有 你们可能都有小孩子 如果你们的小孩 这样做的话 你们得气的什么样了呀 是不是得 对不对 是吧 这个我们都是知道的 对 你看这里有一个 好的 开心每一天 他说他谈了极客家的 最后两年 就谈了两年自己的大学同学 最后无缘了 他是遗族吗 对 他是遗族 但是他分黑遗白遗 然后我说是彩礼原因 还是黑白的原因 然后 我问他是什么 我问他是属于什么家族 然后他说 他说 就是还是因为距离太远了 他父母也不是很同意 然后就放弃了 然后那女孩子就结婚生子了 所以说如果你放弃了 你是在暗示我吗 我能放弃吗 叔叔阿姨妈 你们觉得小夫能放弃吗 真的叔叔阿姨妈 我真的不骗你知道吧 真的不骗你们 你看 这聊了那么多 人家他说的 然后并且人家彩礼 他也没有要多少 就要了七万 但是男方的父母还是 还是那个 然后 你看他 你看这里看到没 他都结婚生子了 看到没 叔叔阿姨妈 就说 然后就是 就是都结婚生子了 不能 不能 对不能 坚决不放弃 就是我今天我就跟他一起 我为什么要跟他一起聊呢 是因为 残留都刮不停 就是因为 就是我感觉不停 特别有点像我们 其实 叔叔阿姨们 金子 其实我今天跟你爸爸说 其实我还是很沉着冷静的 你知道吗 因为 小夫也是 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 其实有些东西 其实不是说 我担心的是 如果我答应了 我去办了这个事 到时候会 会让这个事 可能更不好弄你知道吗 因为我 不跟我爸妈说这个事 肯定是 不是特别好的 对不对 是吧 金子 有点点 没关系 没关系 小夫叫你大哥来说 哎不能老麻烦我大哥 前面 前面我大哥就 就就 他 我大哥还想我早点回成都呢 我现在 我现在 对 我大哥也想我早点回去 金子在提醒 你这么好看结婚了 我没有结婚 不是我 我刚刚说的是别人 是别人跟他 跟他自己喜欢的那个人 没有结局 然后人家就结婚生子了 嗯 对 如果说我就 满目的就是 那种 不 意气风发的 我就答应了 我怕后边可能很多事 可能更复杂 你知道吗 我没问我爸妈 我明天 我想好了怎么去问他们 我给他们讲 我要用什么方式去给他们讲 要不你问一下叔叔阿姨 有没有什么建议意见 然后去问呀 金子叫你不要放弃 金子很爱你 但要不一如今晚奴隶不屑的追求完美 就是我是 我可能我是比较追求这个东西的 我做你的对象可以不 你要做我的对象吗 好的好的 开心每一天阿姨 我看到您说的了哈 什么年代 金子自己做主 哎呀 我能理解那句 除了阿姨 我能理解那句话 那句老话说的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足足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我就终于明白了 这个这些 就是人的生活呀 人的一日三餐 然后 好的那个开心每一天阿姨 我不吃啊 您说了我知道了我不吃啊 我就在想啊 就是说 嗯 为了一些 金子回家吧 哎我一下我就回答那个阿姨 我一下我就卡壳了 香肠里没水的油倒是有 烤香肠会比水煮的更咸一点 嗯 对 如果说是蒸和烤 肯定会比煮的要咸一点 然后煮来吃 就要味道就刚刚合适一点点 对 其实小父早跟下父母透露 你喜欢一个遗嘱姑娘 我跟我我妈知道的 我妈还来看我金子直播的 你知道吗 我妈叫我早点带金子回成都 去家里边他做饭给金子吃了 邀请了两三次了 然后后边是金子不跟我一起去 你知道吗 那天我回成都我去公司 我大哥还问我 金子没到吗 金子没来吗 我说没有呀 他怎么不带他来成都玩呢 我说那个 有下次吧 那个三号拍的 应该是在路上了 叔叔阿姨们 对 你们拍的都是在路上 反正已经给你们发出去了 你们可以耐心在家里面等等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 你们有没有想要蜡肉的眼睛动了 开心每一天阿姨 我知道了 好累 好累 那小夫这番没问题 我拍的 好的 叔阿姨们 你们说 我就在想啊 以后啊 就是我们 如果说 就是结婚以前 能把所有的事 处理好了过后 我觉得 后边可能就会没那么多事 如果说突然的就是 像那个有人说什么 散婚呀 什么的那些 像这种情况发生了以后 可能会有更多的麻烦 对不对 处理起来肯定更麻烦 对 往往好事多磨 叔阿姨们 你们理解的那个是 好事多磨 是不是 好的事情都是要多磨吗 是不是呀 是的 咱们扣个一好吧 开心每一天阿姨 开心每一天阿姨 那个我看到您 看到您说的了 我已经看到您说的了 好吗 我已经看到您说的了 你过来 你看这个阿姨说的 他一直提醒我 他说 那个 富哥你不要吃他的香肠 那个香肠不行 容易吃的容易 等等 我看到您说的了 对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对 你们都觉得好事多磨哈 嗯 发了 那个猪上瓶 叔叔阿已经发了 金字已经发了 明天开播预约呀 哎呀 明天 明天 明天不知道还能不能开播 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开开播呀 嗯 如果开播了 就说明 事情 进展的比较好 如果没开播 金字自己做不了主 小夫为金字付出了这么多 金字也要做出自己的决定 你们叔叔阿们 我想问一下 你们也有儿女对不对 你们希望自己的女儿 不顾自己的反对 不听从自己的 嗯 一些管教和说 那个 因为父母也有父母自己的原因和一些苦衷 然后 嗯 自己的女儿 不听自己的话的话 你们会开心吗 小夫您教一下阿姨的执着 哎 金字 有个叔叔 那腊肉要先煮一下再炒吗 也可以不用煮吧 也可以 嗯 可以煮可以不煮 就是你炒的时候 多煎几下就可以了 嗯 用油 给他多煎两下就可以了 愚公一三的精神 金字的爸爸估计 不希望他远嫁 叔叔阿们你们觉得 嗯 金字的 爸爸是不是 不希望他远嫁呀 是的 咱们打个是 不是咱们打个不是 可是我爸爸他都想出解决的办法 想出我怎样才能 说服我们族族的人 然后让我嫁给你 是啊 再加一下 上去加的多旺点了 不是啊 是啊 你联系一下客服好不好 那个愉快相识 是啊 不是啊 哎呀 其实我觉得 金字 我再想一个问题啊 如果说 不管说咱们 咱们那什么 咱们那什么 就是认不认这个干爹 嗯 如果不认的话 你爸爸可能 就是不是说 就是那句话说的行吗 就是你不能嫁给汉主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嘛 嗯 嗯 如果说我爸爸那边 我爸妈那边 暂时不同意的话 可不可以那个 暂时不去说那个谈婚 你不能讲的 我先 先带你走出大山 我就担心 有可能会不让我们再来往 这么严重的吗 因为一个男生经常来找一个女孩子 肯定有损他 不对 今天不是 我这么说啊 那个我 我有个问题啊 有个问题啊 就是怎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 嗯 我认了这个干爹 你就可以 就是我再去学义语什么样 你就可以嫁给我了 是他是这么理解的吗 嗯 是这个意思是吧 嗯 那我 以后去认也没关系啊 不是说非得马上就认呀 就是要以这种说 这种认了以后 才能说服我们族的人 嗯 那个 就是说服 就相当于什么 认了以后他可能就好说服一点 好说服一点啊 就是我们现在不用去说服他们呀 不着急结婚是吧 那可以这样说呀 那可以给我爸爸说说 嗯 现在不着急谈婚认嫁 嗯 然后认这个东西 就是 不是 这么现在 我先跟我爸妈一起 说完这个 看他们的意见过后 咱们再说后边怎么做 就是 嗯 留一个就是 呃 被选的一个方案 行不行 嗯 可以吧 可能你现在这也晚了呀 反正我今晚我爸爸出去的时候 他是比较生气的 就我爸爸他昨天 就今天就走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了几句 然后我问他去哪儿 他说你不用管 你走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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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 我们 我们 怎么了 突然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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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呀 你想说说你说呀 好的 不好的 不好 说爱们那个 我们叫金之说好不好 叫金之说 叫金之说好吗 我答应过叔叔阿姨们不能再这样说话 不能说这样的话 他问一下 说跟他好好用 他就喵下去了 这个得必须叫他说 我答应过叔叔阿姨们 不能再让父哥伤心 没事 我的小心肝本来就不好 没关系的 三子三子三子三没了就没了 不是今天你说 就说 不说 风阿姨知道我想说 他们都在说 他们说要不分手 我爸爸又给我打电话了 你爸爸我给你打电话了 你接吗 你去接吗 我不敢接 你接吗 喂 那么他们就管你问个 我这无什么用 嗯 嗯 啊 关了吗 嗯 金子又想退缩了 你爸说啥 问我走了吗 我听着他说什么阿姨什么的 阿姨说的是我吗 哈哥阿姨 那个汉族小孩 就是说问我走了吗 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都没有说你的名字 他说那个汉族走了 他说那个汉族走了 好的 开心每一天阿姨 我听到您说的啦 是我的女儿爱这么 哎呀 他不回来了吗 他我听他声音好像有点喝醉了 喝醉了要不要去接他呀 他是在哪里 在我小叔那里 要不要去接他 在我小叔那里 我看你好像有点像毛毛鱼了 他他如果他那个的话 他可能就在我小叔那里睡了 你脸皮好厚我还不走 我为什么要走呀 我做多撇撇金子呀 那你们 我总看到这些 我就突然就我就想 这个金子爸爸这个语气 不太接受富强 我就那么不容易被人接受吗 说完吗 我就说实话 我在担心我今天走了 可能我可能明天我不一定 我对不对 我有些话我也不想说 所以说我想多待会儿 叔叔阿姨们你们也不要叫我回去了 我想多待会儿 好吧 我都陪陪金子 行不行 我觉得 我觉得我能处理好 没事的 是吧 我相信我能处理好 你们 我知道叔叔阿姨们也关心我 那个 叫我早点回去休息 但是我今天我想多待会儿 陪到天亮还是陪到老 如果说能陪到老的话 我肯定是愿意陪到老呀 我要等我 我没了 他才能没 因为我不想看见 我不想自去他 懂不懂我意思说阿姨们 相当快糊了 没火 现在哭了是吧 就是我呢 心里边我也没 没什么想的 叔阿姨们 就是如果说我能陪金子到老 然后 七老八十了 我要必须 我要比金子先走 然后因为我不想看 看见他离开我 懂我意思吗 叔阿姨们 懂得咱们打一个 懂好不好 因为谁 谁愿意 失去心爱的人呢 那么哭了 没有啊 没有啊 没哭 那个烟太熏你眼睛了 我没哭啊 叔叔阿姨们 不要担心我 我是因为这个烟 去闹我的眼睛了 我没哭啊 今天晚上就先不想这个事情了吧 叔叔阿姨们 我们就不说这个事情 不说这个事 也不愿意 传道桥头自然之 有句老话说的 祝有情人中成眷属 对吧 叔阿姨们 我觉得 买点拉肉给大家吧 好不好 叔叔阿姨们 买点拉肉嘛 前面先有人就在问 然后 买点拉肉给大家 我 其实我今天 他说实话 可能是有点想去 转移一下我们 此时的 情绪 卖肉了 卖肉了 叔叔阿姨们 卖肉了 嗯 嗯 自古说中校两难全 我要让今次中校都能全 这就是我想做的 我不想让他 跟父母的关系 变得比较陌生 然后也不想他 嗯 就是 被别人说伤到事的 对吧 好的 开心每一天阿姨 他说 嗯 叫我吃锅里面的 哈哈 好 锅里面的有 如果说那个 阿龙哥 您说的 你给他来个先斩后奏 那我是不是 对今次就不负责任呢 那种就是对女孩子 那种就是对女孩子 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叔阿姨们 所以说 嗯 我和今次还是 说实话啊 我好想 还想什么 我好想去 还想去干嘛 散心 走吧 我带你去好吗 你要腊肉准备好了没 马上今次把那个腊肠 给我烤好了 我就 你不能吃的动作 但是你不能吃 我 叔叔阿姨们我可不可以吃呀 可以吃 可以吃吧 他考的这个 可以吃扣一 不能吃扣二 好想大哭呀 不要哭 哭什么 不能哭 叔叔阿姨们 那更不能哭 那更不能哭 可以吃哈 就是可能今天的事情不是特别顺利 但是 我觉得明天可能会更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个人他没有对明天充满一个希望 脸皮真的太厚了 是吗 当你那个冰心人 判哥 冰心人的那个判哥 您的这个名字 冰心人 可能你的心就比较冷吧 对不对 是吧 废话又多 对您说的对 是吧 以后会更好 烤得太熟了 小夫最好不要吃 好的 好的 开心每一天阿姨 金长 他们问腊肉准备好了没 他们要腊肉 腊肉啊 腊肉准备好了呀 到这里咱们一口好了 金长我 给你讲一句话 就讲一句我们就不说了 就是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一个人啊 他也依然的要去生活 要去面对生活 你知道吗 不管说发生了什么事 都要坦然的去面对 不要把这个世界想得那么坏 知道吧 就是说 无论是我们俩啊 可能现在 现在很多人反对 但是我觉得 没有很多人反对 叔叔阿姨们都支持呀 对不对 叔叔阿姨们 你们都支持我们俩的 对不对 有一个我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那个邪言依旧 他说我反对 我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呢 就是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不管我在不在你身边 你都要去开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 就跟那个阿姨一直关心我那个阿姨开心每一天 没有打算 就说 还有一句话这么说 你的父母也不会害你 真的 他们也想 在一起是对我好吗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我也不敢去评价 知道吧 反正 就借你说那句话 传道桥头自然指 好不好 你也要相信你自己 你做什么事你都能做好的 这样你努力了 那马金子 叔阿姨们你们觉得小福说的对不对 对的咱们打个对 好的 开心每一天阿姨 那个我也祝愿那个开心每一天的那个阿姨啊 祝愿您开开心